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照片 只要将它拍在人的身上 对方就会被吸进照片之中 再随手一挥 就可以把照片中的人甩出来 但他现在正被一帮歹徒追杀 虽然有了这样的神器 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没过多久 他就被对方给控制了双手 并且被抢走了照片 接着将男人拍进了照片中 但他们并未注意到男人遗落的钥匙 而这其实也是一把神器 几天之后 这把钥匙被男主时间捡到 但他此时并不知晓钥匙的作用 拿着电话再约朋友去台球室玩 结果他刚挂断电话 打开自家门就来到了台球室 眼前一幕让他难以置信 接着他再次尝试 这次他心中默念回家 伴随着索性中发生的机械变化 打开门这才回到了家中 他感觉要是有点好玩 于是这次心中默念轮船 打开门之后果然来到了海上 之后他利用这把钥匙 去到了世界各地旅游 仅用一天的时间 就打卡了全世界的风景名声 接着去到了之前女友出事的酒店 画面来到一年之前 在好兄弟陆平的见证下 男主时间正在向女友求婚 结果这时窗外的烟花突然意外中断 这几十万买的烟花质量也太假了 兄弟两人立马去寻找那家讨要说法 我花十几万弄的烟花 你说放就给我放完了 两分钟都不到 结果这时一声惨叫传来 二人闻声立马赶了回去 不料女友此事已经领了喝饭 并且死因非常奇怪 法医给出的回答是 怎么可能会是溺死 现场根本没有水的痕迹 连衣服都是干的 这种情况法医也是前所未闻 用现在的科学根本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画面来到现在 时间在酒店中睡了一晚 她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 接着利用万能钥匙回到了公司 扫地阿姨一改往日的火爆脾气 并且主动给她买了一杯豆浆 这让时间非常疑惑 阿姨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对豆浆过敏 那么眼前的人会是谁呢 接着她将桌上的豆浆置换掉 并且声称阿姨买的豆浆过期了 阿姨还不相信 她亲自过来尝了一口 结果下一秒她就倒在了地上 就在她上前查看之时 倒地的阿姨居然变成了一位妙龄少女 随后时间将女人五花大绑了起来 并从女人口中得知了万能钥匙的真相 古代期间 社会上突然流出了很多奇怪的物件 虽然物件外表看似不空 但都蕴藏着神奇的能力 女人名叫小树 来自一个专门收集封存物件的联盟组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标志三族屋的反派组织 也在收集这些物件 一开始时间并不信这些鬼神之说 直到想起自己女友的死因 瞬间有了兴趣 有没有什么事可以控制水的 把水灌到人的体内 然后让她溺死 不知道 一气之下 时间把她独自扔到这里 自己却跑回了公司 奇怪的是 小树是怎么变成大姐的模样 时间怎么也想不通 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就在这时 她发现墙上的钟表 与桌上的时钟不是同一个时间 结果就在下一秒 随后一群黑衣人闯了进来 由头老大轻轻一挥 就将她举到了半空 就在前几天 时间在下水道中 剪到一把钥匙 而这不是一把普通的钥匙 因为她可以打开任意门的钥匙 老油头之前通过逼问小龟 得知钥匙上方的追踪器 便一路追查到了这里 接着她用一台老式相机 对时间的办公室拍摄了一张照片 然后吩咐手下下去一顿乱饭 可神奇的是 在手下搜查无论人 老油头只是用相机拍了一下 办公室竟恢复了原样 由此可见 这台相机也是一个物件 她虽然意识到对方也拥有某种物件 但却拿对方毫无办法 事后她才了解吧 这个大油头是三足屋的核心成员之一 最后只能任凭对方将万能钥匙抢走 随后扔掉钥匙上的追踪器 丢下没有利用价值的小龟 丢了钥匙的时间 只能找小龟来出气 可就在这时 又有一伙人闯了进来 原来时间欠下了高额欠管 对方带着能手前来讨债 可眼前这个能手 正是时间的朋友陆平 在这危机关头 时间告诉陆平自己找到了书宇的死因 原来一年前 书宇离奇死亡 在一间没有水的房间里 被法医鉴定是溺水死亡 所以她怀疑书宇的死 一定是有关于水的固件 但现在急需陆平的帮助 老板见陆平迟迟不动手 骂她是调不听话的狗 这下彻底激怒了陆平 上去直接将拳头对住了她 三拳两脚就结束了战斗 可要怎么才能追回万能钥匙呢 三足屋已经早了半个小时 想要追上根本不可能 而眼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堵车 为了抢回钥匙 他们在男人团中 制造了一起完美的车费时间 而这唯一打败对方的方法 就是先夺取男人的手套 随后时间将面霜涂到脸上 然后趁机靠近男人 老哥你头发乱了 时间抢下手套把腿就跑 但却被对方全面包围 他本想试试手套的威力 结果却发现他毫无作用 还好陆平及时出现 三下五除二就将一群人打下 不料这时大哥亲自出马 原来戒指才是物品 轻轻一挥就将陆平甩了出去 小树见状便使用面霜 假扮成男人的手下 他本想中途偷其抢走钥匙 没想到却被对方试驳 并且还被男人盯上了面霜 在一番打斗后 男人抢走了小美的面霜 不料时间一把将石灰撒到他脸上 面霜再次滚落出去 这下彻底激怒了对方 直接一把举起时间 在这危机关头 小树想到一个法子 他利用物品无法损坏的名义 用高温加热至200度 然后主动踢到男人面前 结果下一秒 就在这时 石剑直接扑向对方 接着取走手上的戒指 以及手提箱里的物品 可等他们打开手提箱时 却傻眼了 里面竟藏有一颗炸弹 炸弹 炸弹 还好这是炸弹并未引爆 随后石剑拿着万能钥匙 打开任意 将物品全部藏了解 在小树的推荐下 石剑见到了正义联盟的领导 你们联盟里边有没有 哪种物件是什么的 你不是什么的 没有 为了查出女友的死因 他决定与联盟合作 联盟负责提供物件资料信息 石剑则帮忙找回物件 直到查出关于水的物件 石剑才会把所有物件归还联盟 为了测试时间的能力 联盟领导给他提供了一个物件信息 他们回到小规家中 插上U盘 却发现里面的内容 让他们震惊不已 与此同时 小树惊奇地发现 这不就是他家里的掌管吗 这是一家价值十亿的画房 在夜深人禁食 奇怪的事件发生了 在众多监控下 一幅价值两个亿的话 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在丢失那幅画的背后 竟然写着四个大字 可让他们想不通的事 监控下明明显示画 是自己飘着走的 又是怎么留下自己的呢 眼看后天画展就要开始 现在连主展品都没有 就在这时 公司小张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 被偷的那幅画 其实是个艳品 真正的画并没有丢失 因为那幅画的画家是蒙德里奈 价值连成 所以提前留了一手 他们突然想到 会不会是盗窃者 故意将艳品偷走 然后逼他们将真画板放出来 可盗窃者究竟是谁呢 监控下的画面又是怎么回事 此时时间突然想到 盗窃者很有可能使用隐身的物件 在古代时期 社会上突然流出了很多奇怪的物件 虽然物件外表看似普通 但都蕴藏着神奇的能力 为了再次被盗 他们决定再做幅赝品 十万 三天 两天 十五万 传交 就这样他们以十五万买下一幅赝品 可这天举画途中 再次出现了问题 小龟被一股神秘力量弹飞出去 落在地上的赝品被汽车压坏了 这下彻底没办法 明天就是画展之日 想要再做幅赝品肯定来不及了 时间发现赝品上有一处裂缝痕迹 殊不知 这会在接下来的破案中起到关键作用 晚上他们把真品挂了上去 等待敌人上钩 可等了好久 始终没有动静 突然就在这时 不动静 他们立刻赶往画廊 将那幅真画传送了出去 随后紧闭大门准备来个瘟中捉鳖 接着打开提前布置好的液体 既然是隐形人那么肯定会显现出轮廓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液体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根本没有什么 那就是鬼 就在众人认为是虚空一场事 小树再次回到监控室 结果却惊奇地发现 在镜子中竟然有五个人的身影 而他们明明是四个人 他们突然意识到 隐形人可能穿梭在镜子里 他急忙给陆平打电话 人藏在镜子里 小心抢走 结果下一秒 我看到了 陆平被打得一脸猫 任凭对方摆顾 难道世上真有隐形的物件吗 接着小偷将价值两个亿的画抢走 打破窗户 直接从三十楼跳了下去 没想到的是 就在众人以为他要摔死之时 他却在画即将落地时突然出现 随后便接住了价值上亿的名画 等他们赶到楼下 小偷早已不见了踪影 小龟认为凶手肯定是张哥 除他之外 没人知道他们去拿假画的时间 时间灵光一闪 多条线索在脑海里交叉汇聚 他虽然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可是一用大脑就剧痛难忍 分析片刻之后 他让小龟调出监控 第一幅艳品丢失的时候 他的画架上有绳索摩擦的痕迹 而他们带回来的第二幅艳品 画架上的痕迹一模一样 原来画家只是把偷来的东西还给了他们 时间四人识破他的身份 将他围堵在自己家中 墙上名画无数 就连蒙娜丽莎都被收入囊中 时间慢慢靠近 想利用相片封印画家 而他掏出古镜看的一清二楚 在时间攻击刹那 他也进入一空间消失不见 为了避免无法察觉的攻击 他们关上电灯 只要保持漆黑一片 他便失去了优势 陆萍依靠敏锐听力 听到画家在镜中返回的脚步声 他想使用扳纸将画家吸出来 可惜他早有准备 屋内亮起绿色灯光 画家趁机进入古镜在四人眼前消失 他的攻击根本无法预测 小龟建议打碎镜子 可是那会让镜子越来越多 时间灵光一闪 让大家把所有镜面都挡起来 只要一空间消失 便能逼迫画家现身 但是画家仍然没有出现 他的攻击还在继续 时间发现他很是谨慎 攻击之余还要保护偷来的名画 他们立即把泛高的星月夜放在桌面上 小树打开喷火机关靠近他 你要是再不出来世上便永无此话 面对威胁 画家的攻击更是凶猛 四人根本无法招架 时间一气之下 拿起一桶颜料撒在画上 随后大声喊道 你要是还不出现 我就把所有名画都毁了 画家终于妥协了 看到名画被毁他无比心痛 他只是不希望这些名作 沦为商人逐利的工具 只有在会欣赏的人手里 他们才会有价值 时间提出一个条件 他可以将名画恢复原状 但是画家要交出古镜 原来在他们进来之后 便用时间相机拍下屋内的一切 时间再次使用相机瞄准室内 按下快门的瞬间 所有事物都恢复到之前的模样 画家如重获新生一般激动不已 他把古镜交给时间 只要名画还在 其他的都不重要 小树很是敬重他的执着 他愿意把自家丢失的名画送给他 反正他们所寻找的不过是物件而已 他们在三日内解决了偷化事件 通过了联盟的考验 但是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交出古镜 因为双方还要确认一下合作细节 合作的方式也很简单 联盟负责提供线索 时间等人负责回收 回收之后要把物件交给联盟 不过他们每个人 都可以选择一个物件增加实力 但是镜子除外 为了确保他们不会私吞物件 小树主动提出加入时间一伙 在谈判结束后 异形人来到联盟仓库 要把古镜和相机封存起来 这个仓库的位置极其隐秘 里面还设置了先进的安保系统 他们把两个物件放入木箱之内 输入密码后还要通过红膜辨识 这才打开仓库大门 两名工作人员进入后 陈年大铁门也随之关闭 而就在此时 突然响起警报声 监控画面全部失去信号 异形人顿感不妙立即冲入仓库 里面陈列的物件全部消失不见 请客之间就能偷走全部物件吗 时间心生疑虑 回头望去 只见墙壁上留下三组屋的灰烬 众人心里不禁感受到一丝恐惧 能否寻回物件尚未可知 时间四人赞助旅馆以谋后路 陆平接到保险公司的电话 说他寄存的物品丢失了 他独自一人来到经理办公室 想打听物品丢失的具体细节 可经理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只想赔付资金大事化小 小树接到联盟的新任务 正是保险公司失窃案件 逃进监控盲区 可是等到保安赶到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 盲区位置是更衣室 窗户没有破损的痕迹 也没有其他出入口 看来杰匪同样使用了物件 四人在保险公司会合 陆平没有告诉大家 他的东西也在丢失之列 小树利用雪花糕 在公司内扮成经理模样 然后检查逃跑路上的房间 验证杰匪是否有其他逃生路线 时间和小龟潜入经理办公室 想在电脑上讨备丢失物品的信息 但是文件都经过多层加密 小龟一时之间无法破解 而经理就在门外 时间所剩无几 小龟在机箱上放置了黑客设备 眼看无法溜走 他们便躲在门后 用相片把经理封印进去 出门之后再把他放出来 此行没有得到有用线索 只知道劫匪拿走了一部分私人物品 肯定具有针对性 四人回到大本营 这个仓库被小树重新装潢一遍 一楼是生活娱乐区 二楼是他们的宿舍 负责整理仓库的人 便是小树手下第一猛将包割 此人能力出众 战力更是深不可测 只可惜运气太差 装修仓库的时候差点送命 时间也把大姐叫来 让他负责大本营的后勤工作 小树给他一张自家银行的黑卡 一切支出都由大姐做主 同时还让大姐时刻注意联盟网站 关注一下保险库失窃的相关信息 小龟从保险公司复制了被盗者名单 可上面只有账号和电话号码 而大姐也查到劫匪的消息 在他们查看消息时 陆平趁机修改名单 把他的电话号码改了一位数字 劫匪发了一段视频 声明他对东西不感兴趣 施主愿意支付30万就可拿回被盗物品 他每天会点名三个账号 对应的施主就可以提前准备赎金了 而今天点名的第三个账号便是陆平 他听从劫匪指示 带着现金赶往交易现场 小树联系三位施主 前两位都无法交易 第三位开个超市 好像不知道什么金库失窃 时间查觉到可疑 再次观看名单时 猛然发现第三个账号的电话被改了 他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想起那个号码属于陆平 他私下确认号码 看来陆平果然有事瞒着大家 陆平根据提示 将手提包从高空扔下 街边的小丑立马捡起手提包撒腿就跑 陆平紧追不舍 奈何小丑还有同伴 幸好时间及时赶到 两人分开追击 时间利用任意门 出现在小丑前方将他打晕 然后用束带将他绑在围栏上 而面具人跑进建筑之后就瞬间蒸发 只留下面具和手提包 两人找不到任何线索 回来一看小丑也消失不见 束带还完好无损 他是怎么逃跑的 就在此时 陆平接到师妹乔乔的电话 他的出现 揭开了陆平不愿多言的过往 两名罪汉酒后失误 差点误伤乔乔乔性命 好在陆平用盘子挡下一件 同时也发现这位前辈并不简单 前辈欣赏陆平的能力 答应给他一份工作 并且传授他独门功法 陆平悟性极高 将这套功法运用自如 短短十日 在师父和乔乔联手攻击下 就几乎可以突进到两人身前 陆平好奇这功法由来 师父告诉他 这是赵云当年使用的身法 可在万军之中来去自如 他也警告陆平 在外面不可多嘴 无论功法还是师父的存在都要保密 为了给师父买生日礼物 他在街边偷卖光盘 却因此得罪了地头蛇 几人围住陆平要给他一个教训 他当然不放在眼里 面对多人围攻他应对自如 可谓是身轻如燕 飘若游龙 几人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就被团灭 陆人纷纷掏出手机 将刚才的场景记录下来 我这功夫可比林伯威布厉害多了 当年赵子龙 就是用这套身法 几十万大军都拿他没办法 师父知道后 把陆平吊在空中两个半小时 我让你为人低调 你却到处惹是生非 瞧瞧帮他说情 师父才把他放下来 他慢慢靠近陆平 突然运起于手心 一掌打在陆平胸前 气静贯穿他的身体 击碎经脉无数 陆平瞬间失去意识 浑身将印象后倒去 乔乔试探他的鼻息 发现陆平已经死了 他要求父亲救救陆平 可是他却面无表情继续喝茶 两个小时过去 陆平猛然间恢复了呼吸 师父解释道 他们门派只在求生不在求生 加上刚才的规悉数 他已经将全部功法传授给陆平 从此以后 他每天只需睡眠两个小时 这也是他最为虚弱的时刻 一个手无寸铁之人都能取他性命 因为担心暴露 师父和乔乔要远走他乡 他把师门令牌交给陆平 如果有机会 再把令牌交给他的师叔 在他们离开前 陆平终于攒够资金 为师父买了生日礼物 可当两人进入屋内 只发现师父躺在血泊之中 就因为他一时冲动 为师父招来杀身之祸 陆平从此不爱说话终日闭口不言 在办完葬礼后 乔乔把令牌放在保险公司 毕竟师叔还在国内 他希望陆平找机会 把令牌还北师叔 而乔乔打算一个人去往国外 四年后 因为保险库失窃 他接到电话赶回国内 两人多年未见 但心里还是对陆平念念不忘 劫匪点名新的账号 其中就包含了乔乔 时间等人打算 在交易的时候抓住劫匪 可是乔乔有些抗拒 对他来说 用钱买回令牌再好不过 如果打草惊蛇 恐怕再也找不回令牌了 可陆平想抓住对方 毕竟物件跟书语的死因有关 乔乔也同意陆平的选择 五人制定了周密计划 准备在交易当天勤获劫匪 乔乔听从劫匪的指示 进入大厅观看魔术表演 时间三人紧随其后 坐在后面寻找可疑人员 魔术师的表演需要一位观众配合 劫匪命令乔乔主动上台 在他进入木箱之后 就掉进舞台下方 小龟负责在家监视 没有发现任何危险之处 时间锁定了魔术师和前排戴帽子的观众 乔乔在下方缓慢前进 突然被人用药物迷晕 陆平刚要上前检查 面具人拎起赎金向外跑去 三人兵分两路追击 时间和小树负赎赎金面具人 陆平跳下舞台 追赶绑走瞧瞧的面具人 来到外面 他看见神秘人和面具人正在交手 两人势均力敌 面具人上车逃走 他根据定位紧追不舍 最后来到一个僻静仓库 而神秘人的身份让他大吃一惊 师父 其实我 他刚要说出起死回生的秘密 整个身体变在一瞬间实化 他的身躯分解成无数细小实力 如同被人诅咒一般 堕如不可知的无尽深渊 他在四年前就死过一次 陆平和乔乔都深信不疑 可师弟在确认他死亡后 又听闻他出现的消息 而这起死回生的能力 正是他苦寻已久 想要复活爱人的钥匙 他盗取保险库 就是为了绑走乔乔 只要女儿有危险 父亲一定会现身 师弟想要一命换一命 可是他始终不肯坦白复活的秘密 师弟操控四个分身围住乔乔 在他下令之后 一只箭矢射向乔乔脸旁 在他脸上留下一条伤痕 他刚要解释就化作实相归为尘土 师弟认为这又是障眼法 随即下令射杀乔乔 陆平飞速奔向前方 依靠精准判断和极快的反应能力 化解了第一轮攻击 并接住从空中掉下来的乔乔 他利用扳指移动箭把 再把他们盖在乔乔身上 眼看四人攻击都被陆平轻松化解 分身开始近距离搏动 在陆平分心之际 师弟绕后控制了乔乔 箭头抵住他的动脉 陆平也不敢轻易动手 师弟继续威胁师兄现身 否则就要他的女儿陪葬 千钧一发之际 陆平用扳指吸引他的注意力 随后光速突进到他身边 抢过箭矢刺中他的后背 没想到这几个人都是分身 而乔乔被救后也深受打击 他不敢相信又一次见证了父亲的死亡 时间几人没有抓到失地 但是猜出他操控分身的物件 每个分身消失的时候 不属于本体的东西都无法带走 可每个分身都带着手串 既然他没有留在现场 那说明手串便是本体携带的东西 分身无法带走身外之物 那表示他们盗走的保险库物品 还留在保险公司 经过时间提示 公司找回了被盗物品 乔乔拿回令牌 又独自一人去往国外 而此时的三足 还在全力收集散落各地的物件 头目小云不使用武力 非要和对方玩一场俄罗斯轮盘 路人甲要是输了 就必须交出自己的欲如意 穆小云一场冷静 似乎根本不在意生死 可路人甲却有些胆怯 反倒把枪口瞄准穆小云 他轻蔑一笑 缓缓靠近路人甲 用脑门顶住枪口 然后把拇指放在扳机的位置上 随着他扣动扳机 路人甲被彻底吓傻了 而他的欲如意也按照约定 被三足屋收走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小龟 只要小龟把时间挤人的物件带回来 他就把小龟想要的那张图交给他 虽然不想背叛朋友 可他深知两方势力相差悬殊 要是等到三足屋动手 他可能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不久之后 时间四人接到新的任务 小区里的宠物集体跳楼自杀 他们是万万没想到 这场没有其他势力卷入的离奇案件 差点让四人集体团灭 两人在车里干柴烈火 突然听到车顶传来的撞击声 男人开门一看 发现有只宠物猫摔死了 惊魂未定之时又一黑影掉下 女人顺势望去吓得失声尖叫 只见一只宠物狗奄奄一息躺在血泊之中 而她的主人正是大姐 大姐叫来时间调查宠物自杀原因 还把小区里讨厌猫狗的住户列出名单 刚要展开调查 楼顶就砸下一个行李箱 险些让小龟见了阎王 上面的人家便在嫌疑人名单之中 时间和小龟打算摸摸底细 正巧碰到丈夫对妻子实施家暴 男人更是一脸不屑 扬言就算警察来了她也不怕 男人每天待在家里 稍有不悦便对妻子拳脚相夹 百般顺从 也换不来丈夫浪子回头 眼镜难劝她离开丈夫 她却说再忍一忍总会过去 这天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里面传来一段音乐声 她回头看向丈夫 眼神里充满杀气 她不由自主地走向厨房 拿出一把菜刀靠近熟睡中的丈夫 时间几人刚来到楼下 就看到妻子拿刀追砍丈夫的场面 被夺下武器后 妻子失去意识昏迷过去 而男人也浑身是伤急需治疗 等到女人苏醒 她已经不记得刚才发生的事情 仔细回忆一遍 才想起之前接过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就是隔壁眼镜男 时间三人准备登门拜访 隐约听见房内传出音乐声 眼镜男让三人静无详谈 他们并无防备 只是突然感觉困意起来 都没有反抗的机会就睡了过去 时间这才发现音乐合适物件 可惜为时已晚 当眼镜男要逃走时 碰到了迟来一步的小龟 小龟察觉大事不妙 两人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 画面一转 时间把昏迷的小龟叫醒 他们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眼镜男消失无踪 四人又一次跟物件失之交臂 他们推测是女人对猫狗过敏 所以眼镜男才利用音乐盒 控制他们自杀 要想找到他的踪迹 就必须时刻盯紧附近的监控 还有在医院进行治疗的家暴男 不久之后 时间接到小龟的视频通话 说眼镜男出现在医院里 当他们三人赶到后 广播里再次放出熟悉的音乐 三人戴上耳塞没有受到影响 可医院里的病人和工作人员 全部进入癫狂状态 他们相互厮杀不死不休 三人立即赶到广播室 将音乐盒关闭 风波平息后 时间看到地上的痕迹 推测这里应该有一个衣柜 衣柜不见了 代表这个房间没有第二个门存在 他立即冲向房门 发现钥匙恐被人汗死 他的任意门钥匙已经毫无作用 三人如同瓮中之鳖毫无退路 通风口向屋内输入麻醉气体 没过多久 他们便失去意识晕厥过去 房门打开 黑衣人进入室内 陆平隐约看见对方的相貌 此人正是三足屋的阿彪 他从三人身上拿走了三个物件 恢复意识后 他们知道中了三足屋的轨迹 可小龟还在大本营 三人立即返回基地 看到里面一片狼藉 很明显被人闯入搜查了一番 小龟躲在二楼的宿舍 哭诉自己又被敌人揍了一顿 就连相片也被抢走了 四人遭受了最严重的挫败 毕竟四个物件全部丢失 时间坐在沙发上看着拼图 突然意识到是有蹊跷 他借口使用冰袋靠近小龟 却突然将他推倒 小龟迅速做出反击 使用扳指把时间机飞数米开外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他拿走了所有物件 陆平试图倾下小龟 可是在物件面前 战力第一也没有生算 小龟将三人全部推开 制造机会打开任意门逃走 陆平紧随其后 还是错失了最后的机会 三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消失不见 时间终于拨开迷雾 将整个阴谋梳理清楚 被演进南迷晕那次 小龟就用相片把他封印起来 然后假装不敌躺在地板上装晕 他又趁小树洗澡的时候 偷偷拿走雪花糕 虽然被小树发现了 可是他暗中拿出赢品以假乱真 最后就是在医院设下陷阱 他提前拍下大本营的照片 再利用绿木特效洋装自己身处据点 再把三人迷晕之后 他利用雪花糕变成阿彪的模样 将抢走物件黑锅推给三足 本是天衣无缝的计划 可在视频通话的时候 时间发现地上有一块拼图碎片 而那块碎片在昨晚就被他捡起来了 小龟实在佩服时间的超级大毛 但是他选择拿走物件就没想过回头 四人团队的合作方式也到此结束 他带着物件和沐小云交易 并要求先检查对方的半张图纸 经过扫描确认里面没有机关 可在开箱时 他的手指被划出一道伤口 你们是不是知道我允许 归后来这招啊 小龟并未在意 当他看见半张图纸时 内心颇为激动 他翻开旁边的装饰品 里面果然藏有追踪器 居然用这么低端的手段对付我 太瞧不起人了吧 在确认图件之后 小龟将手提包扔向沐小云 包裹在半空中爆炸 粉尘瞬间弥漫在几人周围 小龟想利用事先藏好的大门逃走 发现小龟藏好的第二个大门 看来真是角兔三窟 小龟精心谋划套走了三足屋的图件 可沐小云也早有准备 他拿出玉如意 靠近小龟在木箱上留下的血迹 玉如意便如同导航一般 为他指引小龟的准确位置 小龟拿到半张图件 跟自己的半张合二为一 上面记录了所有物件的图案 还没等他研究明白 就听到门外传来响动 他立即收拾好所有物品 再打开保险柜扔一门 将要是一起扔到其他地方 虽然人被抓了 但物件都消失无踪 小龟可不想跟沐小云玩俄罗斯轮盘 只好求助时间三人拿物件换自己 可是他又不肯透露物件的位置 生怕三人泄墨沙驴不管自己死活 他们来到三足屋据点 唯有小数被挡在外面 时间和陆平打算跟沐小云比试一场 就来他从未输过的俄罗斯轮盘 赢了放走小龟 输了交出物件 在沐小云填弹完毕后 由时间扣动第一枪 他咬牙扣下扳机 这让沐小云有些意外 轮到他的时候 他依然淡定自若毫不畏惧 现在又轮到了时间 小龟让他放弃别拿生命开玩笑 但时间不肯退让连开两枪 简直不要太酷了 现在只剩两次机会 50%的概率会中枪 可是沐小云依然要尝试一下 时间还是没发现他的自信源于何处 最后一刻他选择出手就向沐小云一命 这一发射出子弹 时间获得胜利 沐小云也遵守承诺放小龟离开 但是时间和路平必须留下 你赢了 放他走 但我会说放你们俩